把背號89號的林逸祥給換了上來 今天在鮮花投手可能有一些狀況 所以這邊挑走的 好這一球毫無球近的 這個搶打能力的一名數 他是到短期的1A 那賽前跟他聊是覺得15分的打點 好這時候擺出了短棒 訴求的話 他自己 高智鬥犬隊打過 哇這時候再度投出了一個四壞球寶送 繼續來看看他的投球 黃茲這時候收起了短棒 這球好球總算是 哇這球還是一個 哇外側的壞球 好看到這一球打到了游擊方向 有一手交給二手之後再傳上一壘 哇這一球想再去tag 沒有擊錯的話應該是陳庸基他就閃掉 不曉得鄭總怎麼看這個 那其實自己來就好啦 嗯 對 黃中有錯 嗯 對 目前場上 目前兩個好球 一個壞球 這一球選進來 今天賽前也有跟他聊一下 感覺起來是真的 滿誠可的一名選手 看到這一球在右外的方向 那得分方面他已經是有跑回兩分 在場子上有這種鬥智的 有一些小地方喔 方長有這一球揮棒落空 林翔這一球偏高 沒有獲得出勝的機會 這一球 好這時候 雙道雷喔 今年是122次 等於一場 但是到底要在哪一個球跑 也是這些選手自己要去觀察的地方 對對對 真實感也不多啦 好這時候又走了 不過打成了頭有正面的一個滾地球 林翔這一球之後傳向一壘結束了這個半局 好第一打第一球 來看看二壘手的手臂 傳到了一壘之後順利的刺殺打 嗯 可以看到其實他球的威力 對啊這種感覺 其實這個投手 也算是可以去培養的一個選手 嗯 這一些很年輕的選手比起來 其實也已經 去 要去投那個進了一點 嗯 一百五在中央直播可能 欸還沒有那麼常見 但是一百球說是兩個好球 一個壞球 一球的一個節奏 嗯 然後這一球 補手的引導也是很重要的一環 對 我覺得奇怪 怎麼每一局下來都被唸 然後後來我年紀 今天這個主播講得很好 謝謝 強力是他的攻擊很好 看他的引導好不好 看到這裡就打到了中間方向 落地行程安打 不管你要讓他怎麼擔心 這樣一丁人 他不準啊 他常打到人 對 那當然 那當然 那當然